这可不是简单的血 这是岳公子身上的血 此时的他已经是强弩之魔 就算再厉害 可面对对方一波又一波的车轮战 他已经快坚持不住了 这边岳七也遭到了围攻 身负重伤已经快站不稳了 岳七用性命阻拦成渊去找公子 最终倒在了雪地上 这时楚桥终于赶到了 直接飞身一脚将成渊踢飞 真的太解气了 成渊这根脚屎棍终于没了 这时岳七竟然诈尸了 心而准备往冰湖赶去 可面前还有无数黑鹰军的阻拦 这时赫霄带着秀丽君出现 楚桥终于可以放心地去找公子了 岳七真的就这样没了吗 放心 他可不会死 岳公子这边还在奋力杀敌 敌军一波接着一波 岳未早已一个不胜 而这时湖面的兵也开始破裂 宇文岳何时这么狼狈的 以前他也曾经不顾性命救星案 可却从来没有遭遇过如此险境 敌将终于被他斩杀 岳公子缓缓站了起来 撑着建立在湿山血海中 星儿手持弓箭急速赶来 而这时燕巡大军就在对面岸上 他毫不留情地示意手下接着手 又是一波敌军袭来 可宇文岳已经没有再战的能力 星儿终于来了 以前都是你救我 现在轮到我救你了 黑鹰军一个接一个地倒在星儿的箭下 可燕巡还是不打算放过宇文岳 他让手下把剑拿来 这时湖面上的兵已经彻底破裂 燕巡也向宇文岳射出了致命一箭 公子终于倒下再也站不起来 星儿赶紧扑了过去 这应该是月公子第一次哭吧 星儿想扶他起来 可宇文岳已经彻底了的力气 而燕巡也准备下最后的杀手 他招呼手下继续上 可冰面已经承受不住这么多人的重点 星儿要用性命保护自己的爱人 一军一个个倒下 冰面破裂的也越来越严重 一些士兵直接沉入了湖中 等星儿回头时 却发现宇文岳在另一块冰面上 燕巡派人射箭击中星儿脚下的冰块 要将它拖回来 而宇文岳也慢慢开始往下沉 星儿不顾一切地跳进了湖中 听见星儿的声音 他强撑着睁开了眼睛 而星儿背上的彼岸花也若隐若现 风云令即将出现 可现在如何救自己的爱人 宇文岳一把将星儿推开 自己慢慢往湖底沉雪 这时星儿背上的彼岸花彻底浮现 电视剧到这里就完结了 可故事却还没有结束